哈囉大家好 我是雪雪 自從三中年升學分班之後 我就一直很期待一班級為單位的混合 但老實說我沒料到會這麼快就等到 而且還是我很喜歡的分班組合 114期卡池給到的是神山2A的混合 Banner給到的是寧寧 4星給到的是寧寧 張仁和汪達秀的臉 3星給到的是信 2星給到的是東尼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寧寧對於被分到有一堆羊羹同學的2A 其實一直是有點不安 甚至很擔心自己能否在這個班級存活下去的 而根據本次官方給出的活動介紹 神山高校即將迎來第一次的藝術季 2A決定要全班一起製作一部電影 其中被推舉為統籌的正是帕森的寧寧 寧寧會被推選為統籌 我想應該是跟她劇團演員的身份 以及本身社團是電影社有關 平常在汪達秀中 寧寧比較不是帶頭跟決策的定位 帕森的寧寧在這塊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及成長 跟張仁和信又會浮出什麼趣事 應該是蠻值得關注的一環 那在進入本次卡面整理前 還是必須要跨一下這次活動的LOGO設計 114期活動名稱是最棒的殺青 其中和字的高下半部做成鏡頭的樣子 下方的拉則是廠氣版的形狀 再加上最後面的驚嘆號做成了湯勺 標準字的字型圓潤有活力我蠻喜歡的 在點綴的圖騰方面 已用了寧寧的綠色 劇本上面滿滿的都是寧寧的筆記 字面標籤跟衝擊符號融入了大家的代表色 充滿巧思的設計我也蠻喜歡的 至於卡池的LOGO則是秉持絕情PO卡面的統一風格 做成了低奢中華風 氛圍上帶點艷麗感 絕情PO的卡面更是響到平平胖胖 下面我們就一起來欣賞這一期卡池吧 首先是寧寧覺醒前 請大家看看寧寧這個堅定果絕的模樣 這還是我知道的那個怕聲寧寧嗎 手持劇本自信的掌握拍攝現場的寧寧超帥 眼神光跟表情都帶著凜然的感覺 身體轉動帶動髮絲的動態感 頂著頭頂艷揚 背光的氣勢也超絕加分 這邊我很喜歡寧寧劇本的小細節 光看上面滿滿的筆記跟標籤 就知道她有多認真在準備這次的拍攝 就連她們拿的器材也是專業的攝影機耶 好猛喔世界計畫 再看寧寧隔壁的女同學 也是秉持世界計畫路人好言的優良傳統 環境部分我其實滿在意的 不曉得她們跑到了什麼地方拍 看起來很像什麼深山老林的 又是岩石又是枯枝 害我第一瞬間想起了Fest的覺醒後長人 下面是寧寧的覺醒後 肯定有很多豆腐想報名當寧寧手上的點心吧 真心誠意希望寧寧可以們一切安好 這張卡面真的是近期細節特多的一張卡 整個場景要素超級超級多 讓人感覺來到了坐落在生象之中低調奢華的港式飲茶餐廳 躺在地毯上的寧寧被眾多中西河壁的小點圍繞 每一樣點心都畫得非常精緻用心 像是右上角木製的中式點心架很有港式的味道 下方的甜點架上還有兔子跟老虎造型的小點 打開了蓋子的小點盒 露空木藍莊的小石 臉花青霜的茶盤與茶具 真龍綁著凝凝綠的緞帶還打著小紫傘 造型多樣的點心被擺在裡頭 一旁木盒裡則是有像鬆餅的甜點 種種要素堆砌出了浪漫的中式風味 不管是地毯、燈籠還是凝凝的衣著 都運用了大量的花紋 沉浸之中帶著艷麗的氛圍 而說到凝凝的服裝 看起來是改良式的短氣泡 除了上半身胸口兩側有暗紋之外 襪套跟裙擺也有好看的花紋 袖子做成半透明的材質 能清楚看到手臂線條這點也很讚 從開叉的裙擺中露出了大腿 屈膝的動作讓整個腿部線條變得很好看 半身圍裙亂亂的堆在小腹 那種皺褶感是很棒的細節 但我相信最勾人的 果然是你名的雙凝視著豆腐的眼睛 欲語還修有種純潔的魔性 一旦被他抓住了視線就再也逃不開了 至於限定法的話 這次擰明的是馬尾搭配簡單的編法 躺著的關係 這張可能看不太出來限定法的造型 待會衣裝試穿再給大家感覺一下 接著是張人覺醒前 首先我要說看到這張卡面 我的腦海裡第一個浮現的其實是一個問號 雖然知道配合這次劇情 八成是張人在電影裡飾演一個廚師還是什麼角色 但這個嚴肅認真的表情 搭配這個拿著湯勺跟撈麵勺的中二知識 第一眼看到我真的是滿頭問號 心想真是太奇怪了 我再看一眼 到底什麼情況這是 我是錯棚來到了美食漫畫的志情嗎 還是什麼美食格鬥飯 到底是怎麼用湯勺打架打到身上都擦傷 廚師跑上也有髒污了我就問 敢問您是去進行美食獵人的修煉了嗎 而且為了把氛圍點滿 環境本身很有西部牛仔片感不說 卡面上還加了對決才會有的樹葉紛飛 要素是否過多了 好好笑我好喜歡 還有地上那幾個大豆 我都要盲猜是不是貢丸砸出來的了 至於覺醒後的張人呢 以下開放張人推留言報平安 太殺人了這張卡面 世界企劃真的很喜歡把男子高中生弄得很色氣 搞什麼 這個挑逗的眼神是男子高中生該有的樣子嗎 還伸舌頭舔拇指上的鮮奶油 舔什麼舔舔什麼舔 氣死我的超好看 不過陰影把臉分成明暗兩塊的氛圍也好好 特別深邃的瞳孔埋藏在陰影中看過來的樣子 我就問哪個張人推頂得住 而且這張側臉的下顎線條真的好好看 一看就很性感的耳飾搭配脖子的金跟明顯的喉結 還有向下開的V0裡若隱若現的縮骨 滿滿的男性荷爾蒙噴發而出 這個髮型是往上梳的 只留一些散髮自然垂落 眼睛旁太長的頭髮則被隨便塞在耳後 Gosh太會了這個 這是什麼港式黑社會的髮型啊 太好看了吧 不過雖然我現在誇成這樣 3D時裝之後表現卻不如2D這麼驚艷 跟FEST開頭有異曲同工之鳥 莫名有種微凸額頭偏寬的感覺 待會衣裝試穿再給大家看看 先拉回來繼續吹爆這張卡片 跟覺醒前不同 覺醒後的張人給到的是黑色的廚師服 這套衣裝有種西式混港式的感覺 又帶了一點黑道的風味 衣裝多處用了大面積的花紋 就好像要玩刺青梗一樣 大大提高了張人的視覺年齡 衣服的半型也特別顯腰身 皮鞋上的金色花紋跟紅黑狀色的配色真的超好看 被衣裝褲包裹著的腿部線條也很性感 我喜歡繃得緊緊的小腿肚 和踩在箱子上的褲腳那種皺皺的堆疊感 在場景部分 我很喜歡這張場景那種做舊的感覺 牆面上斑駁的貼紙和箱子上剝落的花紋 都很有生活感 蘊藏了時間的底蘊 也讓人不禁想像張人老大不爽的時候 是不是都在踹箱子 最後呢感嘆一下 東雲張人到哪都是東雲張人 比起李宁卡面的108種宵店 我們張人就算是穿入了世界觀 果然還是型系鬆餅 縫上放的是小鬆餅 手裡拿的感覺也是鬆餅系的甜點 接著是覺醒前的梨恩 汪大秀的梨恩一直都是走一個活潑可愛小男孩路線 是張的梨恩那種雀躍的給予李宁建議的樣子 完全貼合了這個形象 而且每次只要看到汪大秀的V加閃閃發光的眼睛 我都會再次感嘆不愧是天馬斯世界的V加 真的跟世界的主人一樣 誇張的很可愛 尤其是這張漫畫式的對話框跟速度線 還有刻意把人物描上粗黑邊 都很有那種喜劇的效果 雖然對臉有點抱歉 但這張我最喜歡的其實是兩隻功夫兔子 有夠可愛的該出周邊了吧 琳琳一臉敬畏又微微傻眼的 看著臉的表情也很棒 鄭重的拿著筆記筆記這點先加10分 就算是天馬行空的孩子去建議也都用心對待 果然世界計畫的孩子們 都是真心對待V加的夥伴 順帶一提 我個人蠻喜歡臉的二代團服 是少數我覺得比一代更好看的一套 而接近後的臉的表情 真的很像拿來的貴族慵懶小王子 懶懶的又有點成熟 非常的天然戲 同樣都是吐舌頭 臉是純真慵懶 張人則是性感犯罪 一個動作兩種表現啊有沒有 臉拿著吃到一半的桃子 凸著吃小油的手上沾滿了桃子這點頗細節的 自在的趴在樹幹上晃動著小腿的動作 讓這張的卡面氣氛更新悠閒 樹枝上還掛著竹籃 裡面裝著小雞玩偶跟蜜桃 再次驗證了汪達秋的世界玩偶無所不在 後方的屋頂上三個動物造型的立牌 有兔子、老虎跟熊貓 怎麼解釋就見仁見智啦 最後補充一下 這張卡一直讓我們想到大鬧天宮偷摘仙桃的孫悟空 只能說是桃樹畫得太美了 情境又太像 才會讓我有這種聯想吧 下面是覺醒前的信 不是居高臨下的看著妮妮的腳本 而是主動蹲下來靠在客桌旁邊這點 很有性體貼的風格 可以感覺到她不想給妮妮太大的壓迫感 覺醒後的信也很有性的特色 拍了一個偷吃的場景給她 捕身偷吃的服務生生怕被打一個正著 停停回頭自己幫自己望風 一邊趕著把食物塞進嘴裡的表情有夠可愛 根本是槍鼠吧 穿口小短褲跟黑色透夫膝上襪 完美帶出絕對領域 整個厚廚的環境也真的很像港式餐廳 窗明接近又有點混現代的潮感 感覺是不錯的工作環境 最後是二星的東迷 又是一個甜甜大放送的男子高中生 但東迷的氣場就比張人來的無害一點 服裝款式也算是蠻正統的餐廳制服 衣裝是好看的 但整體來說算是一般二星的水準 下面帶大家快速感受一下衣裝實穿的部分 首先是當期的張人 我們先轉一圈給大家看一下整體的感覺 接著放大看一下上半身的特寫 我覺得這套衣裝實裝之後的版其實是蠻好看的 它的圍裙沒有之前某一期月卡 鋼琴服務生圍裙的那種太像裙裝的感覺 可是呢髮型的部分就如我剛剛所說的 我覺得有一點點顯得額頭寬 但這個髮型實裝之後本來就會是這樣的樣子 所以可能真的是有點沒辦法 但相對來說我覺得就不會讓我有衝動說一定要抽到 但還是好看的 剛剛在聊卡面介紹中提到的褲子跟皮鞋 是不是真的很好看這個花紋這樣上去 那四個顏色的話給大家看一下喔 我覺得四個色圍都還不錯都蠻好看的 下面呢是這一期的臉 一樣我們先轉一圈給大家看一下整體的感覺 接著放大看一下上半身的特寫 它的馬尾是綁側一邊的 跟天馬斯某一期的限定有一點點像 但是瀏海就是不一樣的啦 連的這個髮型我個人覺得蠻好看的 要不是我已經有另外一款比較淡金色的 我非常喜歡的FEST臉髮型的話 我應該會想要入這款髮型 那連的褲管呢跟張仁不一樣是它是往上折的 有點小九分褲的感覺 那搭的是一個小皮鞋 還可以看到襪子的樣子 我覺得也是蠻好看的一套 色圍部分呢同樣是有四個顏色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喔 四個顏色我覺得都蠻好看的 最後呢是當期的寧寧 我們先轉一圈給大家看一下整體的感覺 接著呢放大看一下上半身的特寫 有沒有它是綁一個馬尾 很簡單的一個編法馬尾 基本上這個髮型呢就是綁好馬尾之後 往內繞一圈出來就綁好了 我自己也蠻喜歡這種綁法的 那我覺得這套衣服呢其實挺好看的 可以看到它有這個襪套上面帶著花紋 下面搭的是一個有點類似厚底的 有根的娃娃鞋的感覺 背後這邊呢很細節的是做甜點用的這個厨具 綁在它的圍裙上面 基本上我覺得這套算是可以很明顯看出 日本人對中式風格的一個比較傳統的想像啦 那色違的部分呢給大家感覺一下 四個顏色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這樣子跟這樣子還有這樣 同樣也是四個顏色我覺得都還不錯看 那當然最好看的還是Original的這個設計啦 那麼我是萱萱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也可以點右下角的超級感謝支持我 我們下次見 掰掰